国际的期刊上面有提到 台湾的人行道是一个所谓的人间地狱 对行人来讲是非常不友善 因此我们也做了相对应的措施跟政策 我们让我们的警察同仁在人行步道上面 尤其是市中心或者在学校比较重要的节点上 我们站在那里 我们来规劝我们的车辆 我们希望他能够让行人优先通行 借用强力取缔不离让行人 议员李美玲肯定是否推动友爱城市 但也替基层远警勤务繁重教区 希望警察局能够在执行一段期间之后 要进行调整 这个必须要从教育开始 也就是当然有一些的驾驶他会抱怨 我们即使让在这边有些行人 他呢拿着电话慢慢的走 慢慢的走 但是这个东西会影响到这个驾驶 他们会觉得你应该也相对尊重我们开车的人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要从教育来着手 为了让警力有效的使用 我们这个东西可以尽量不要太多 我们可能在一个上下课的时间 或上下班或者是人多的时间 我们一次或者是不定期的 而不是每次在那边 很多人都知道反正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我可以讲 什么时候没有了我就不要了 当然我们科技执法已经开始了 那就更不需要了 如果有科技执法的路口 我是希望根本就不要 我们就撤除了 让我们的警力回归到治安方面多一点 当然交通的话就最主要就是一些交流道 一些主要的交通路口 因为这个议员我要跟您报告 现在这是一个关键时期 我们努力把这一阶段 其实我的目标是希望不要有警察站在路口 大家也会礼让 而且已经融入了大家的生活当中 而且也不会抱怨 也不会觉得有负面情绪 就是这个就是我该做的 我们就来做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我跟您报告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 我相信局长这边 我们也可以开始来做 逐步的降低这个警力的使用 包括每一个时段 他站的路口 以及所使用的人次 我现在看到的都有一些下降 不过我认为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可以稍微 因为周末现在有一些外地的朋友来 他现在外地 我们现在取缔的外地的建树 大概也有接近百分之二十 所以因为外地他就不理解 所以我要跟您报告 就是说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 我们要加强宣导 另外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义勇交通警察 就是我们俗称的义交兄弟 兄弟姐妹 他们现在也在协助警力 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针对基层警力排班执行取缔请务 警察局表示 已经协请义交加入协助行列 来弥补人力不足 承诺未来会做滚动式的检讨 我们在4月20号到5月16号 用这个新的规定 本来的这个去年的同期 是4403件 那我们今年按照这个新的SOP 降到2998件 换句话说 减少告发1405件 降低了31.91% 所以这是有效减少警力 那也兼顾辖区的治安 那不过我们这整个 这个执行的状况 还是会跟这个现况 或违规的状况 做滚动式的减少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谢谢